仙君在 我是大良造 仙君不在 我是秦国的敌人 赵良拜见大良造 治理秦国 我与百里西比如何 大良造承诺不杀我 我就直言不讳 秦法不以直言而杀人 请直言不讳 百里西做相邦 虽疲倦也很少坐车 虽盛夏也不打散盖 而大良造每次出门 前呼后拥戒备森严 上书中说 是德者昌 是利者亡 大良造的所作所为 可不算是德 大良造承诺过不杀我 大良造承诺过不杀我 都下去 我不杀你 说 你杀戮贵族 监禁庶民 史经上说 德人者兴 诗人者崩 你的所作所为 也不算是德人 一旦现在的国君去世 秦人将如何待你 赵梁真的不能想想 赵梁真的不能想想 住口 我初来秦国 秦人如荣帝一般 父子不分家 男女同居一室 是我 公孙杨 改变了秦国 令秦国更强大 秦人 难道不该感激我吗 赵梁 你胡说八道 在大良造的面前 众人皆扶手听命 没人敢说真话 大良造好 公子营前 已经八年不出家门了 公孙杨没有意识到 危险 正在悄悄地降临 大良造好 商君 来到秦国 也已经二十年了 商君经历之往生 犹如当初 而寡人的身体 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寡人 羡慕商君哪 君商是不朽之身 秦国离不开君商 寡人 历史后 王商君代太子 如代寡人 秦国离不开的 是商君哪 君商 寡人 没了 郡上 秦孝公去世后 太子即位 这就是秦桧文王 公孙杨在商地享福 很久都不来都城了 先去在世的时候 老夫也和公子一样 不敢出门 十多年了 秦人只知道公孙杨 不知国君 商君 束手就擒吧 大王 或许会饶你不死 先君在 我是大良造 先君不在 现在我是秦国的敌人 秦人怕我 国君记恨我 我早就该想到今日的结局 丈夫纵横于天地之间 死又何惧啊 公孙杨死于秦法 而他是秦法的制定者 秦法为国君而定 国君是最大的法 当一个人的权势 威胁到国君的时候 还难逃一心 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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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杨谋反 车列 一三组 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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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杨 公孙杨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解决能力 其心肠之音 手段之 Dop 结局之惨 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 都很难找到相似之人